我穿越到了古代成了太监,而且这哥们还是个练了缩阳大法的,可以控制小丁丁,本来我寻思这回在这后宫里可有艳福了,可是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妃子,我就破了宫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,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小明子,小明子听到耳边传来了声音,我猛地睁开了眼,一股不属于我的记忆涌入了脑海之中。 感受着记忆,我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,我竟然穿越成了一个太监,巧的是这身体的主人跟我的名字一样也叫范黎明。 这范黎明的父亲是当朝皇帝的弟弟,在皇帝登基以后为了巩固地位,要灭掉他们这一脉,范黎明整个家拼尽了所有人,才将他给送出了王府。 这些年苦修缩阳大法,将小丁丁完美地隐藏了起来,跟着偷偷潜入了皇宫,思绪到了这儿,我的脑袋里是一万只草你妈奔腾而过。 你说穿越就穿越,穿越到了这太监的身上,跟艳玉有个毛线关系啊。 小明子,小明子,你愣着干什么呢?耳边突然传来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,我扭头一看是个穿着金色长袍的太监。 小明子,你小子怎么回事?远前的是总管太监庞公公。 庞公公,刚才我,我的话还没有说完,庞公公就扫了我下面一眼。 道,咱家明白,刚静身都会这样的,过几天就好了,你跟我走吧。 到淑妃宫里这话一说出来,他身后几个太监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幸灾乐祸。 这一幕,我自然收入了眼底,心里不由地嘀咕了起来,难道说这淑妃是个变态? 路上我悄悄问了一句,庞公公,这淑妃人怎么样啊? 庞公公撇了我一眼,道,这淑妃人是刚刚被宠幸册封的妃子,能去他身边作差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。 不过他这性格有一点点的瑕疵啊,瑕疵? 我好奇地看着他,摸出了身上的碎银子递了过去,庞公公颠了一下,脸上挂满了笑意。 看你小子懂事,我就给你多说几句,这淑妃脾气阴晴不定,一生气就爱杀人,杀的人多吗? 我追问了一句,杀的倒是不多,不过原因比较奇葩。 我听说之前有个太监就因为在淑妃面前,没忍住放了个屁就被杀了,尼玛,放了个屁就被杀了。 人家穿越不是战神就是兵王的,再不济也是回到年轻的时候,我这成了个太监不说,还有可能马上就得死在这儿。 想着的时候,庞公公已经停下了脚步。 小明子,你自己进去吧,说吧,庞公公冲着旁边的宫女道。 这是给淑妃送来的小明子,接着忌讳如深地看了一眼院内,头也不回的就走了,跟我走吧。 小明子我跟在宫女的后面走向了大殿。 别说这宫女还真够漂亮的了,穿着粉色青纱将那身材衬托得更加曼妙,放在现在不亚于一线明星。 要是自己能和她云语,就在我一吟的时候,一道温柔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。 小明子,看你长得俊俏姐姐嘱咐你一句,静了身就别瞎琢磨那没用的。 不该看的别看,不该想的别想要是你能活下来。 姐姐倒可以跟你考虑考虑对时,等下云贵妃要和淑妃娘娘共遇。 你先去偏店备水吧,一听到这个我这心瞬间就荡漾了起来。 一穿越到这儿,不仅能看到宫女马上还能看到两个娘娘共遇,太他妈的爽了。 我便起身去了偏店,洗澡的浴池类似于现在的泳池,只不过是全是用木头做的。 半个多小时,我刚把水准备好,十多个侍女一拥而入,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慢尿的女人。 其中一个穿着黑纱,精致的五官仿佛上帝雕琢一般,加上那黑纱外如玉般的皮肤,凹凸有致的身材,宛若仙女。 他旁边的女人则是穿着一件红纱长裙,略是粉袋如画龙点睛一般,和旁边的黑纱美女不同。 她的身材火爆,更多了一丝成熟的韵味,堪称油雾。 看着她,我这眼睛都直了,忍不住咽了几口吐沫,就因为这一眼,黑纱女人的目光瞬间冷了下来。 来人,来人,听到这句话,我才回过神来,可是一劲冲进来了四五个身穿甲皱的女官直接把我按在了地上。 你这阉人,竟敢亵渎云贵妃,来啊,推出去砍了本宫。 一听这话,我瞬间反应了过来,眼前这个仙女一样的女人绝对就是旁公公口中的淑妃。 旁边的红纱女人是云贵妃,我赶紧跪在了地上,淑妃娘娘,我是刚入宫内的小明子,刚才是看到云贵妃宛若仙人。 脑海中想到了一首诗,这才试了太刚才我就看到大殿里面挂了许多的诗词字画,想必这淑妃也是个文艺女青年,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,胡扯了一句。 果然,我这句话一说出来,淑妃脸上的表情有些一点变化,眉毛微微挑起,应该是来了兴致。 哦,你还懂诗词,说出来听听说吧,她的语气又冷了几分。 不过你要是敢欺骗本宫,那就把你凌迟处死我想了一下。 说,宋家有女初长成,养在身归人位时,天生励志难自弃,一招选在君王册。 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公粉黛无颜色,白居易的长恨歌我就记住了这么几句。 因为这云贵妃姓宋,所以就稍微修改了一下,想必在这历史上没有过的朝代应该是够用了。 不过毕竟事关我这身家性命,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紧张到了极点,眼神时刻注意着眼前淑妃的脸色。 周围的女官听罢,眼神中竟是敬佩,云贵妃脸上的表情复杂了起来。 至于淑妃,她脸上的表情变化了好几次,又看了看云贵妃的脸色,最后才挂上了一丝浅浅的笑意。 好,好,看来你没有欺骗本宫,你们退下吧,谢谢淑妃娘娘我赶紧跪下磕头谢了恩。 我这内心刚松了口气打算退下的时候,淑妃的声音又传来过来。 小明子,你留下来侍候我们,其他人退下去以后,两人站在了前面。 看着两个极品,我一时间还真有些手足无措,宽衣把给淑妃宽衣的时候我的心跳就有些加速。 等到给云贵妃宽衣的时候,她突然转过了身,那双眉目落在了我的身上。 一时间我都有些发虚。 淑妃,这小太监不仅有才华,模样也省得俊俏,真是可惜了她说话的声音温柔中夹杂着一丝妩媚,让人全身都有些麻酥酥的感觉。 能让男人彻底丧失抵抗力。 加上那红纱之下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曼妙神姿,我感觉传来了一股异样。 我感觉缩扬大法随时都有可能失效,赶紧加紧了腿。 直到两人走玉池,我才长说了一口气,听着两个人的聊天我明白了刚才自己对师以后,为什么刚才淑妃要看云贵妃的脸色了。 皇后死后,后宫一直无主,皇帝要在后宫要准备一场斗士大赛。 在这崇尚文学的王朝,斗士大赛的冠军便能成为后宫之主,而云贵妃便是候选人之一。 他们听了我的诗,便打算利用我这诗赢得斗士大赛的冠军小明子,伺候云贵妃出狱吧我赶紧上前,云贵妃拉着我的手,身体慢慢浮出了水面。 之前我因为紧张并没有仔细看,此刻就算是我不想也是一览无鱼,我强忍着欲望,可是刺激不仅于此,给他穿衣服的时候,不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。 手上不断传来他那如鱼般滑嫩的手感,不断地刺激着我,特别是他快穿完衣服时他背对着我,原始的欲望脱隆而出,不知不觉的竟然有了反应。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,暗道不好,缩扬大法竟然现在给破了弓,更尴尬的是正好他的屁股贴了过来。 阿鸦云贵妃好像触电一样,视声喊了一声,右脚还闪了一下,还在水中的淑妃急忙问道,怎么了,云贵妃这一刻,我的魂都快要吓得飞走了。 要是云贵妃说出来,淑妃知道我是个假太监的话,死他妈一万次也够了。 让我没想到的是云贵妃淡定地说了一句,没什么,刚才我感觉有点凉,我赶紧上前扶了一下云贵妃。 让我没想到她的胳膊竟然往后轻轻扫了一下,跟着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,翘脸之上竟然挂了淡淡的一点红晕。 我的心里是慌得一批,要说刚才她可能是怀疑,可是现在已经确定了。 淑妃,今日天色已晚,本宫今晚上就在你这里歇息吧,嗯,秀君去把紫霄店收拾一下,是。 娘娘两个女人还在聊着,我则是悄悄退了出去,打问了一下,找到了我住的地方,只有我一个人住,想必是之前来的太监,没一个活到现在的。 虽然今天这关过去了,可是这云贵妃在这里留宿的目的我想也不用想都知道,就是我。 要是不从这女人肯定会整我,可要是从而被发现还是死路一条。 就在我惆怅怎么度过这关的时候,房门被推开,跟着一道黑影走了进来,又关上了门。 我还没反应过来,那道黑影已经出现在身前,伴随着还有一股淡淡的体香味,正是云贵妃。 小明子,你还不睡,是在等我吧? 云贵妃,您这话是什么意思? 我答道,云贵妃饶有兴致地打量了我一下,跟着胳膊搂住我的脖子,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腿上,我什么意思,你还不知道吗? 说着她的手朝着我的双腿叹了过来。 咦? 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,跟着扑哧一下笑了出来。 你这小明子,还挺淘气,当真以为本宫好糊弄呢? 说着她搂住我的胳膊瞬间发力,我的脖子嘎巴一声,只要她再用一点力,我这小命怕是就没了。 现在命在人家手上,我还能有什么办法,只能实话实说,云贵妃,你轻点。 我说我说这样,云贵妃才松了一点,我解释道,云贵妃,我练就了一门功法,可以缩扬入囊,让人误以为是天生残疾才进了宫里。 不过娘娘,我可没有半点坏心思,打算来着皇宫渐渐世面就走,可是没想到今天遇到了您,您实在是太大,不,是太美了。 我才没忍住破了宫,傻子也知道云贵妃这深夜来找我是为了什么,所以我怎么解释根本就不重要,索性也就胡扯了起来。 云贵妃的眼神闪过了一丝惊奇,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子,看了过去,竟然还有这等神奇的功法,我知道今天这关是躲不过了,索性解除了功法。 云贵妃的眼神从惊奇变成了惊讶,嘴巴都张成了菱形,脸上泛起了红韵,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。 我,你,怎么这么,反正横竖都是一死,死也当个舒服鬼。 我直接把云贵妃给抱起来扔到了床上,她害怕被人发现也不敢发出响动,不断地压抑着自己,这反而更刺激了我。 跟着把前世的十八般武艺在她身上施展了一个遍,一个时辰以后才停了下来,她瘫软地躺在床上,眼神迷离地看着我,小明子,本宫。 什么本宫,以后在我面前要怎么说? 云贵妃小声道,明哥,小银谢谢你,我还是头一次明白做女人这么快乐就要离开了。 休息了好一会儿,云贵妃才爬起来,吻了我一口巧,一日一早,我还没起床,房门就响了起来。 小明子,小明子,舒飞娘娘喊你过去,好的,我赶紧起床前往了正殿。 一进到正殿里面,舒飞的表情就有些冷峻。 小明子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?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会这么说,急忙跪在地上。 娘娘,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,我瞒着谁也不能瞒着你啊,哥话。 哦? 舒飞眉毛一挑,说话的语气量了几分。 云贵妃今天走的时候想把你要到庆云宫当差去,她平时可是不会轻易张口的。 更别说为了一个小太监一听这话,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 这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,该不会在云贵妃那儿发现了什么端倪吧。 说实话,那宫斗剧我可是看过,这些女人看着一个个漂亮万分。 可是内心却变态得很,特别是像舒飞这种,自己要是说了实话,没准得把自己玩了以后来个毁尸灭迹。 舒飞,我不知道啊。 是吗? 你过来我颤颤巍巍地走了上去,没想到她一把就朝着我下面抓了过来,不过抓了个空。 跟着她狐疑地看着我,眼神中多了一丝惊奇,笑声嘀咕了一句。 咦,难道真的不是? 娘娘你这是,我早已经缩了羊她自然发现不了什么端倪,可,没没什么,她的神态很快又变得严肃了起来。 我已经替你拒绝了云贵妃,这是你不要再想了,另外我要提醒你,斗尸的时候我要云贵妃输,明白了吗? 我这心里咯噔一下,看来这舒飞仅仅是在面上跟云贵妃好。 暗地里还有着自己的算计,是娘娘糊弄完舒飞,我打算在皇宫里面转一转。 说实话,现在这种生活也挺好,后宫里像云贵妃这种欲求不满的女人绝对不是一个两个,到时候四处拨洒拨洒种子,四处结果也不错。 想想这种感觉也刺激,不比原来这身体主人那刺杀皇帝的计划爽多了。 哥们,你九泉之下就安心地投胎吧,哥们既然继承了你的身体,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 就在我这心里依淫的时候,一个金色甲皱的将军拦住了我的去路。 小太监,站住,跟我走一趟我这心里咯噔一下,眼前这人我并不认识, 他拦住我是为什么?可是我不是他的对手,只能跟着他到了一处偏房, 没想到一进去以后眼前将军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郑小伯拜见少王爷我也愣了下神,跟着他解释了起来, 原来当初这郑小伯是范黎明埋下的一颗暗子,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东山再起。 少王爷,您出宫前我见过您, 所以一眼就认出了您,这些年我们一直派人四处寻找您的下落。 没想到您竟然已经混入了宫里, 此刻我这心里才松了一口气。 少王爷,既然找到您了, 那咱们的计划就可以提前了, 这次施会,皇帝还有全臣都会前来。 到时候咱们将他们一网打尽, 然后控制整个朝堂。 到时候,少王爷你就可以顺利登基了, 听着郑小伯说的话。 我这心里也不由得幻想了起来, 登基称帝, 到时候整个这国家都是我的, 后宫的这些漂亮妃子们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郑小伯话锋一转, 接着说,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, 就是九门提督的虎符, 只有拿上虎符才能让灵箫门打开。 不然就算咱们控制了这些人, 虎奔营的军事无法入宫, 随时都有被剿灭的危险需要从哪里入手。 郑小伯既然这么说了, 应该有了应对的办法。 太子俯齐附近的父亲便是九门提督。 这段时间我们两边都想了很多办法, 可是都没有成功, 这件事我回去考虑考虑, 说实话我这也是权宜之计。 一方面是我不想伤了这郑小伯的心, 另一方面我是真有点害怕, 造反这事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 而且听郑小伯的话, 感觉这计划还不是万全之计。 稍不留神可能就彻底的死了, 我可还想多活几年, 好好享受享受这里的生活, 可就在这天晚上, 我改变了主意。 晚上我半夜起来撒尿的时候, 看到片店门口站着一个迷迷糊糊的丫鬟, 这是舒菲的贴身丫鬟,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来这里做什么? 我觉得有些反常, 便悄悄从侧面摸了过去, 一走到窗户旁, 就听到了屋内传来了一男一女小声对话的声音。 我傅尔听了上去, 情况怎么样了? 男人问道, 那天我感觉云贵妃就有些异常, 特别是和小明子接触以后从来不留宿的她, 竟然主动要求在我这儿住了一夜。 第二天我试探了一下虽然没发现什么, 可这小明子的身上没有烟人那种烟杂味。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还是个男人, 说话的女人不是别人, 正是舒菲。 男人听完以后大笑着说, 真是天助咱们, 最近你安排一下, 让他们两个人再欢愉一次, 到时候桌奸在床, 她就得听咱们的话了, 舒菲也跟着笑了出来, 我的太子, 你这招真是太绝了, 只要计划成功, 你可要兑现诺言啊, 放心吧。 我的舒菲, 不, 是舒皇后跟着屋里面就传来了两人欢愉的声音, 此刻,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, 没想到这舒菲早就算计到了我的头上,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 她这偷情的对象竟然是当朝太子, 这两个人要是算计起来我, 从也是死, 不从恐怕也是一死, 不行,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, 能摆脱命运的机会, 只有相信郑小伯殊死一搏了, 这段时间我把后宫的情况也基本摸清了, 郑小伯口中的其附近和云贵妃就是闺蜜, 我就前往了云贵妃的宫殿, 宫女禀报以后, 我很快就被带到了内殿, 云贵妃正坐在南木椅子上喝着茶, 看到我以后, 脸上胀得发红, 双腿不由得都夹紧了, 你们退下吧, 我跟小明子有事要说, 等到宫女们都退下以后, 云贵妃快步上前, 牵住了我的手, 明哥, 我都快想死你了, 走, 奴家来侍奉您跟着她拉着我到了墓床上, 云雨之后, 云贵妃躺在我的胳膊上, 脸上潮红, 眼神迷离, 一眼一由未尽地看着我, 明哥, 我真想你能一直这么陪着我, 我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已经被我拿下了, 我接着说, 小云我探听到了一个消息, 得告诉你一下, 我把昨晚听到的对话告诉了云贵妃, 不过稍微夸大了一点, 说那晚淑妃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事, 让她能更紧张一点, 虽然云贵妃厉害, 可是这世上我并不怕她杀我灭口, 原因很简单, 和淑妃搞在一起的是太子, 像她这种靠自己的妃子根本就斗不过去, 果然她最后还是把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, 太子当初还勾引过我, 没想到这么快就勾搭上了淑妃, 明哥, 这可怎么办啊,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, 需要你帮忙你把齐福进喊过来, 剩下的事交给我云贵妃这老司机立刻瞄懂了我的意思, 轻轻捏了我屁股一下, 说吧便转身去安排了, 没多长时间齐福进就来了, 然后他们两个人边喝茶边聊了起来, 云贵妃假装让我在旁边侍奉着, 与云贵妃不同这齐福进长相清纯可爱, 年龄不大, 个子也不是很高, 典型那种南方小鸟依人的感觉, 然后我就站在一旁听起了两人的对话, 齐福进先说话了, 姐姐, 你喊我过来是因为白天的事, 问完以后, 没等云贵妃说话, 她接续说, 这是你放心,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, 毕竟除了咱们两人的关系, 还有父亲的关系在那里摆着云贵妃摇了摇头说, 妹妹, 我喊你过来并不是说这件事, 而是跟你讨论下男女之事, 男女之事, 是啊, 妹妹你还小, 不懂其中的快乐, 一旦了解你才能品尝到做女人的快乐, 云贵妃答道, 齐福进只被皇帝临幸了几次, 也懵懵懂懂得了解其中的乐趣, 听着云贵妃的话, 翘脸一红, 姐姐, 咱们怎么能讨论这种事情呢, 这里思想还是特别保守的, 男女之事也属于忌讳的事, 女人根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, 这时候我插了一句, 二位娘娘, 此情此情让我想起了一首诗, 哦, 齐福进饶有兴致地看了我一眼, 梅花杖里笑相从, 性意难当屡折冲, 百媒生春魂自乱, 三逢钱财古兜蓉, 情超楚王朝云梦, 乐过兵穷小陆宗, 当恋不甘先刻断, 其声漫唱五更中这首诗, 当初我也是无意中看到记下来的, 形容的就是男女那种事, 这首诗, 其父亲听完脸愈发的红韵, 呼吸都微微有些加速, 不过眼神中也有一些惊讶, 姐姐, 没想到你手下的太监这么有才华, 云贵妃俯身在她耳边道, 她的才华可不止如此, 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看其福进的反应, 也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, 她的眼神和我的眼神相交, 害羞得躲闪了起来, 云贵妃自然明白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, 起身走了出去, 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, 我看着其福进, 调侃了一句, 其福进, 您的眼睛虽然漂亮, 可是没有我的眼睛漂亮仪, 其福进疑惑地看向了我, 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有你啊, 这土味情话还真是好用, 其福进扑斥一下被我的话给逗笑了, 我二话没说把她抱起来扔到了屋里的床上, 看着我停止缩扬, 她脸上的表情先是惊奇, 跟着变成了惊讶, 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巴, 啊, 这你怎么这么在看到我的时候, 她的反应跟云贵妃一模一样, 整整一个多时辰才停下来, 其福进已经瘫软在牧床上了, 这时候我看着她, 道, 其福进, 忘了告诉你, 我叫范黎明, 我父亲是范云一听这话, 其福进的表情瞬间凝固了, 你, 你是, 我点了点头, 肯定了她的猜测, 后面的事你要是听我的, 我当了皇帝绝对亏待不了你, 要是不听我的, 那对不起了, 你全家就跟着我一起陪葬吧, 恩威病失下, 她只能低头轻轻应了一声, 你今天回家偷上你父亲的令牌交给我就行, 行, 等到其福进走了以后, 我又找到云贵妃, 告诉她等下安排宫女到淑妃宫里找到淑妃, 说让我晚上过去商讨一下诗词的事情, 这淑妃肯定会上到, 然后让她再派人到太子府上一趟, 请太子过来商讨要事, 消停的主, 见凤就想插针, 一旦云贵妃约她过, 之前云贵妃就说过太子勾引过她, 看来也不是个来, 一定会来, 现在完事俱备, 只欠东风了, 第五章, 我起身去找到了郑小波, 告诉了她我的计划, 她听完立即去部署了, 事情都按照我预料的发展, 太子在听到云贵妃邀请她以后, 立刻就动身了, 而云贵妃的宫女一告诉淑妃晚上让我过去, 立刻就把我喊了过去, 让我去云贵妃那里, 还专门让宫女陪我过去, 说是陪我其实就是监事, 我进到店里以后她才转身离去, 这段时间云贵妃跟太子已经推杯换斩了起来, 云贵妃本来对男人的杀伤力就十足, 随便撩拨了几下, 太子就上了头, 走过去搂住了她, 云贵妃, 你只要听话乖乖的跟着我啊, 等我当了皇帝绝对亏待不了你说着, 说着太子直接趴在了桌子上, 那酒里面下了蒙汗药, 这时候云贵妃的宫女匆匆跑了过来, 小明子, 淑妃带着人来了, 好, 你现在按照赶紧去皇宫找太监总管, 就说太子和淑妃偷情, 是等到淑妃带着人移到门口, 郑小波按照我的安排, 带人迅速将他们这些人控制住, 然后把淑妃打晕, 扛着和太子放到了一张床上, 不到一刻钟, 皇帝气势汹汹地带着人杀到了云贵妃的殿里, 直接推开了房门, 一进去瞬间火冒三丈了起来, 来人, 把他们给我弄醒, 两个侍卫上前用水把太子和淑妃给交醒了, 逆子, 贱人, 你们这对狗男女, 太子睁开眼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, 看了一眼皇帝又看了一眼身边的淑妃, 吓得直接爬在了地上, 父皇, 误会, 这是误会, 你听我解释, 太子想了半天实在是不知道哪个借口能糊弄过去, 只能是想了一句, 父皇, 都是这个贱人勾引的我淑妃被太子的话吓得都哆嗦了起来, 这事就算是他怎么解释也说不通, 皇帝瞪了一眼淑妃, 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杖毙了, 慢着陛下, 这事确实是误会, 太子和淑妃在一起都是我设的计, 太子见到我急忙跟着说, 你看父皇, 都是他, 这是跟我没关系, 皇帝看了我一眼, 道, 你是什么人, 我是范黎明, 我答道, 范黎明, 皇帝的瞳孔的瞪大了, 是你这贼子, 来人来人, 把他给我拿下说着冲进来了一片的假事, 直接把众人给包围了, 还愣着干什么, 把他给我拿下假事们一拥而上, 只不过对付的并不是我, 而是皇帝, 郑小波就在其中, 他冲上前一剑就把皇帝给斩了, 太子谋反,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, 正在这时, 宫里面的杀生震天, 我知道这是宫外的援兵来了, 我让郑小波指挥着兵马迅速控制了皇宫,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, 我穿着龙袍走上了大殿, 太子谋反已经被我诛杀, 皇帝只有一个儿子, 我作为他的侄子, 理应继承皇位, 下面那些大臣虽然不信, 可是知道风往哪里吹, 纷纷跪在了地上, 吴皇万岁, 万岁, 万万岁解决了这点事, 我竟直去太子府带上了其福镜前往了天牢, 找到了关押在里面的太子, 太子看到我跟疯了一样, 冲着我咆哮了起来, 你这杂碎, 快把我放出去, 放出去, 你不是想算计我, 要害我吗? 说着我就把其福镜按在了桌子上, 就当着太子的面, 其福镜不断地说我比太子强, 真男人之类的话, 太子气得一口黑血吐了出来, 直接晕了过去, 其福镜, 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至于淑妃, 在天牢里看到我, 就跟一条发情的母狗没什么区别, 小不, 陛下, 求求你饶了我吧, 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, 我笑着说, 既然你有这种要求, 那就留下来吧, 每天负责给我擦屁股吧, 本来我看她有几分姿色, 还琢磨着给她个名分, 没想到她提出这种要求, 那我自然得满足她了, 回去以后, 我让云贵妃当了皇后, 给其福镜封了贵妃, 至于三宫六院, 我并没有怎么调整, 毕竟之前的皇帝实在是太忙了, 这些寂寞的女人需要我来安慰, 当然了, 除了林姓这些女人以外, 我还有个更重要的工作, 我成立了一个国控集团, 就按照现在国企这些模式, 在全国开展了经商客栈, 食盐, 香烟, 白酒都经营了起来, 这种模式在古代别说还真是好用, 两个月以后每天赚的钱比税收还要高, 我干脆直接免税了, 用这些钱按照脑子里仅存的那点物理学知识发明了火药, 造出了大炮和火枪, 接着就是造了几百艘战舰, 开始了四处征战, 第一战就是倭国, 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倭国人, 拿着武士刀冲过来的时候, 火枪一响直接给吓尿了, 跪地求饶了起来, 那些所谓的大明跪在我面前就跟小狗一样, 第二战我又去了高丽国, 最后在美利坚也建立了基地,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皇帝, 当然了那些漂亮的女人我也都搜罗回去了成为了我的后宫, 我彻底放飞了自己, 开始了幸福的生活。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, 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, 我们下期见。